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你们是当皇帝吗 就是民进党的人 的高傲 狂妄 那种傲慢 就说可能因为他们掌握了媒体资源 所以他认为所有的媒体都应该配合他 其实媒体的问题是说 你认为就是2025非核家人能不能实现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非常 非常正常性的问题 这是非常正常的问题 那这个事情就说 我也是看到新闻报一个说 吴亦农什么呛媒体说 以为是王洪韦发言人 但是我还想说 这个媒体是问什么问题 还是他对吴亦农做了什么事情 会让吴亦农 会有这样的回答 他问的是2025非核家人做得到吗 对 我后来看了那个影片 其实媒体的问题是说 你认为就是2025非核家人能不能实现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非常 非常正常 这是非常正常的问题 极为正常 那为什么会 他的反应 他就变成这个 而且看起来 他好像是 想了好久 什么是2025非核家人 我觉得这么久 只有一种可能 第一个 他不晓得该怎么回答 第二个 第二个他是真的被激怒 觉得要极力的抑制他的情绪 然后想了一个说 我以为是 可是这个题目实在是太正常的题目了 那所以我不大了解 就是吴亦农他面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那我真的觉得 就最近我看到太多 就是民进党的人 的高傲 狂妄 那种傲慢 就说可能因为他们掌握了媒体资源 所以他认为所有的媒体都应该配合他 是不是这个关系 因为前不久 不是也发生一个吗 我觉得我看了 我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就是 大家不讲 就是说因为华航有私燕案 所以华航当时处分 而且有很多的人 是有案在身 是被起诉哦 被起诉 现在还在官司中的 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 邱亦莹的弟弟 他原来大家都知道 他在华航里面 那时候是 不风换 对 对 对 他也 副总吧 副总 涉入了 涉入了这个私燕案 而且他是被起诉 现在还在官司之中哦 那结果呢 你看可能私燕案过了几年 得到大家淡忘了 那他再回到华航 而且呢 继续升官 那么他还主管的是 非安的那个 很重要的这个业务 那经过媒体披露了 所以媒体也有去问 那个邱亦莹 那邱亦莹呢 就对媒体非常凶啊 他直接说 你是哪一台啊 我觉得你好低哦 这 我觉得 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你们是当皇帝吗 媒体问你 你可以随便的 其实我觉得 真的太多人 比如说 以前的这个王定宇啊 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嚣张傲慢 对啊 对不对问 你是哪一台的啊 是怎样 他哪一台不能问你吗 我知道在媒体里面 可能有分一些 蓝绿或怎么样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 不要那么过度嚣张啦 周玉扣说 陈时中跟 威农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 他们有些地方 真的很像 第一个 对媒体的问题不耐烦 哇 完全一模一样 常常会答 问A答B之外 不耐烦 第二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他也说过 蒋万安没有政见 都不提政见啊 都在干嘛 抹黑啊 可他们自己的侧意 或者别人去抹黑的时候 都不提 然后政见是什么呢 他提松山机场迁移 所以你提能源政策 现在是台北市 当时辩论会里面 非常意外插取 但是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政策的时候 可是呢 他却说这个是 宏威发言人 才会问出来的问题 那么请问 你对于松山机场 或者是核二核三的主张 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它讲清楚 对没有错 其实有关于能源问题 其实他本来就非常的重要 当然 因为包含是李远泽 李远泽前阵子不是去讲吗 他去见了蔡英文 他有特别提到 有关能源的问题 因为你2025非核家延 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铁定跳票 势必跳票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绿能 对绿能 他的栽生能源的比例 就是严重的落后 那蔡英文竟然跟他讲说 2024就不是我的事 那这一点大家都会觉得 很恶劣吧 对不对 大骗其他 对你是可以这样大骗 告诉你2025 当时他不就要讲 2025能不能成 反正你都不在了 你那时候也不会这样讲 然后现在人家讲说 反正也不是我的事 好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对不起 我们认为是我们的事情 而且呢 现在全世界都进入了 另外一个能源危机 大家都知道 这恶物战争之后 不管是石油天然气 煤的价格 都是飞涨的 那台湾其实全部都是要靠进口 几乎全部要靠进口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 整个的 你在这个 这个废核的过程里面 以核二核三厂加起来 我们在我们的发电量 大概10% 所以你未来要怎么去 弥补这个发电的缺口 那你一直告诉我们 以前不是告诉我们 不会缺电吗 那事实证明呢 这个也是一个谎言 就是会缺电 那么另外 以前还告诉我们 不会涨电价 有没有 放心不会涨电价 那今年不就涨电价了吗 今年因为选举的关系 所以他压住 民生电价没有涨 但是工业电价大幅涨价 那按照现在的 整个的发电成本 涨电价是必然的趋势 因为经济部自己也讲过说 未来电价会上涨 那只是到了选举的时候 就开始改口啊 什么的之类 但是你压着的状况之下呢 你就使得中油跟台电的财务 会非常的恶性 就是亏啊 我记得好像是前两个月 好像说亏1000亿这样子 那请问一下中油台电亏 是亏蔡英文吗 是亏民进党吗 当然不是 是亏我们所有纳税人的钱 那有没有改善方案了 没有 对 你现在说你死抱着 这个民进党的民主牌 所以我才会提出 就是和二和三言议 因为吴怡农先生 他一直讲 他说要跟国际接轨 这个是很 我觉得很 我很同意 把英文学好了 但是我们要 要怎么样与国际接轨呢 与国际接轨 哇下面 太多了嘛 那我最近的就是 我们现在投票 确诊者不能投票 请问有与国际接轨吗 对不对 人家国际都可以投票 为什么台湾 确诊者就是不能投票 就是被剥夺了 这个投票群 好那我先不跟你谈 这个部分 那与国际接轨 事实上在核电厂的演绎 你们不是最喜欢 什么欧美吗 对不对 对日本啊 欧美日本 现在全部都开始启动了 核电厂的演绎 有的已经停掉的核电厂 还在重新启用 也都有 好那所以 这样的议题 我请问一下 能不能讨论 能不能研究 能不能落实 我认为当然可以啊 就你今天跟我讲说 欧美话就丢给那个 对啊 但不是 我觉得重点是 你说我都是口水 请问这个 哪里是口水 在讲这个是口水 他们希望变成口水 所以王美化经济部长 其实应该是扛 这个重大责任的 他的回答却是说 哦这个要由地方政府 当然就是新北市政府 侯友宜 而来承担 意思就是说 他也反对啊 所以我跟你讲 他们我就觉得很好笑 就是本来呢 这个反核是 民进党的神主牌 他们现在呢 是不是都在改去 摩拜侯友宜了 你有沒有觉得 就是说他们把侯友宜 拿来当他的神主牌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 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 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 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